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恒大欠了2万亿 至今还没有什么处 但在上海静默期 为众人烤面包子 却被罚款58万 这生生的刺痛了全国人民的心 有一家叫巴黎贝田的面包店 在4月份上海静默期间 发现周边居民的食物短缺 就生产了一些面包 便宜的卖给周边的居民 一共卖了5万8万 后因无证经营被人举报了 被有关部门罚款了58万 所以现在上海人乃至全国人 都在疯狂的购买巴黎贝田 想把这58万罚款给他赚回 他确实无证经营 但民众为什么会如此愤怒 因为当时上海食物紧缺 涨价严重 但这家面包店不仅没有涨价 反而比平时更便宜 面对随意涨价的企业 几乎没有处罚 但面对良心面包店却重拳出击 于是民众瞬间炸了58万 对上海来说是九牛一猫的小钱 但他却把全国的民营企业给吓破了的 我们正是在一边给经济吹暖风 一边举取法律的大刀 砍向个体物 以后谁还敢开店做生意 以后谁还敢凭良心做生意 为什么这个社会善良的人越来越少 人性的光辉越来越暗淡 不是下一代变忍漠了 而是上一代告诉他们 建议勇为要坐牢 良心做事会被罚 雪中送他可能会违反 面包店生产便宜的面包给民众吃 我们不应该给他加急的办理相关证件吗 又或者监督好他的面包资料吗 而我们却恩将仇报 万恩负义 直接给予了他巨额的罚款 人不能这么没良心 为众人报心者 使其冻毙于风雪 为众人烤面包者 要重罚他58万 赢了法律 含了民心 如此之下 以后在做好事之前 人们不都会犹豫不决的访问自己 我有这个资格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